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个组屋是高25层 建于1981年 这个组屋呢 就是就在二道的路口 设计的这个组屋就是要让 让这个组屋成为一个地标性的组屋在那个虹帽桥 这是组屋的楼下 我现在在拍的是组屋的楼下 这个圆形的组屋 在新加坡是唯一的圆形组屋 清蒜的皇上 两百姓在一起 这个组屋才是在红额 里面可行的 你看这个地下多干净 我上到最高一层25层 现在看看下边 这边是一条河 到底是什么河我不知道 下一次看一下就知道了 下一次这边是一个珠屋 这边也是一个珠屋 再往前走 它这个是这样的 这边也是一个珠屋 这边也是一个珠屋 不对啊 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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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圆形祖屋的四周 四周没有房子 都是很空旷 这个是在新加坡是不可以 喂鸽子的 喂鸽子要罚款 喂鸽子的 安身的地方 汽车站 停车场 我说错了 全部都是 树木环绕着这个组 这就是一个唯一 唯一的一个原型组屋的设计 组屋的这边 就是一个马路 通向 巴士站 这边有一个无障碍的 道路 大家也知道 这个是新加坡 每一个组屋 都要建不是一个 而且是多个的 不障碍 不障碍的 道路 下边这个楼梯 又是一个马路 马路这边 就是下来这个 走过这个小道 就是一个巴士站 很方便 这个组屋 四周都是空旺的 树木环绕 族屋的四周都是树木环绕 在这个组屋里面住 真的觉得 这楼下 清爽 幽静 这个声音主要是 现在在 马路上 在修马路 所以有一点乱 平时这个地方真的是 很有景 四周的环境 全部都是 树 草地 楼下就是巴士站 现在大家看一下 巴士站就在楼下 这个圆形的组 四周是没有房子的 现在大家看一下 除了 大树 折雨棚 折阳棚以外 非常的空旷 而且非常的幽静 这就是一个 洪茂桥地标的组 四周是大树 草地 环绕着 这个圆形的组 今天就为大家拍到这里 今天就为大家拍到这里 谢谢 谢谢